柯文哲一直都是一個七三趴二的角色 常常我們在講國民黨的黑金地方派系 連國民黨自己黨內都沒有辦法處理 你追求下一代的公平爭議 你要有年輕沒有包袱的人進去做 那第三勢力新政黨 我們以為他會扮演這樣子的角色 結果柯文哲從來不敢去批判地方派系 從來不敢 後來發現去他那邊的 不是什麼恐嚇取材 什麼什麼暴力討債 這一些我們叫阿迪亞 那你就會發現說 你本來以為說我們要找一個更清廉的 結果找到一個更紅 更黑金更黑紅的 柯文哲說來我這裡的 都自動自發的高知識分子 我是不這麼認為 我自己高雄有一些朋友 各個黑白兩道不同政治傾向都有 昨天我有一群朋友說被騙去的 被騙去了 去到柯文哲的現場 他說他們站在旁邊的 都是抽菸 攪檳榔 我就不特別講他們的職業了啦 他們說本來是老大家 我們在這裡集合 來了才知道要喊那個下架民進黨 這個是真的啦 是我的好朋友 所以跟我講嘛 那柯文哲在高雄造勢的 第二個騙數是 這個場子通常大膽不會在這裡辦 歷史以來只有一個政黨在那邊辦過 叫台灣基進 四年前 台灣基進黨在那邊拜過 對我四年前高雄黨部在那邊辦 我回去肇事 我問說椅子幾張 五千張 白滿就是五千 再擺出去就撞到車子了 他喊八萬 理性科學勿實 五千喊八萬 你就這個周邊街道 可能都是 都是人 都滿出來了 都滿出來的 全台灣對民進黨不滿 下架藍綠一樣爛的 都跑出來了 不可能 八萬就是不可能 加寶可夢 加寶可夢 看得到了看不到了都在那邊了 其實對大黨來講 鳳山西戰永遠都是最大的 韓國瑜第一次辦在鳳山 不是辦在鳳山西戰 鳳山西戰是他捷運站出來 到市議會中間一個非常廣闊的地方 你可以想像2018年的時候 民進黨 最後兩場倒數第二天是 百公百業大集合四十 倒數第二場是在夢時代 也就是時代大到 這個國民黨昨天辦的地方 最後一場辦在鳳山西戰 所以你可以想像 那個場地的大小是這樣來的 所以剛剛那個學生委員 講的大中小 他真的就是這個比例 但是吹牛係數來講 柯文哲第一名 五千變八萬 第一名 第一名理性科學務實 一直都會算錯 一直都會算錯 理性科學務實 但是不能避免 我們必須要誇獎 最熱的是柯文哲的場 最熱 棋子搖得最大聲 最嗨又跳 又帶動 可以說是那個現場溫度最高的 的確是柯文哲 但是你要知道上一次這麼嗨 是韓粉在岡山大集結 幾萬人在唱夜席的那個時候 那個時候我在高雄選議員 那個真的會嚇得魂飛魄散 真假 那個是十倍 那昨天說完成那個呢 也很熱啊 比較同樂會性質啊 因為韓國瑜在唱那個是十倍 十五倍之餘 昨天的那個場子 而且所有人 尤其是在那個 過去是空軍官校的附近嘛 所以你會 因為我們是打 我們認為臺灣的所有議題裡面 國防外交是第一名 啊你高雄是三軍官校 重政治地 真的是不能 讓這個國民黨這樣子 在裡面 這個腳來手來啊 所以我們那個時候 真的是擔心 大師連你都嚇到 那個是真的有打到魂飛魄散的 可是柯文哲這個就是 不好意思講啊 對我來講 這個很像二零一八年 但是人比較少嘛 年紀又比較輕嘛 這個就是所謂的 年輕韓粉變柯粉 就是他如果四年前投票的話 他們會投給韓國瑜 可是四年後 因為他們比較接近柯文哲 所以他覺得藍綠一樣爛 所以這個我 我已經講過很多次 叫政治初戀 可是政治初戀 我還是有一個方式可以破解 就是說我第一次接觸到政治人 我自然我會為他辯護 我或許可以容忍他的一些 不完美的地方 但是我會支持他 這是多數柯文哲的 年輕族群的組成 那麼如何去跟他講 我們投票有的時候 不一定是投給 理念政策專業 有時候投給 看起來跟我比較像的人 柯文哲的確帶起了 臺灣的一股風波 事實上我也看到 我很多過去支持我的朋友 跑去柯文哲的場子 這個我都完全能夠理解 因為對他們來講 藍綠的距離更遠 那只是說 我一直都期待第三四例新興政黨 是你如果真的要標榜藍綠樣爛 那你要告訴大家 誰更爛啊 你要告訴大家 在哪一個方面誰比較好嗎 然後你要對國防外交的部分的時候 你覺得誰比較保護臺灣主權 但是怎麼樣 民眾黨是新興政黨 我沒有包袱怎麼樣 我願意批評打藍打綠 然後來長大 可是我坦白講 我覺得民眾黨並沒有扮演這樣的角色 民眾黨只是誰來都好 人力財力物力 只要願意跟我站的就好 撿到藍裡都是菜啦 但是他的結果就變成大尾的都沒有來 什麼傅家 謝家 張家 什麼家什麼家的 沒有一個去的 嚴家也沒有去啦 但是柯文哲還在倒貼 我去跟你巧遇 我去跟你推薦 結果最後就變成 你以為是藍白盒 是白在倒貼藍 只為了柯文哲個人的總統選票多一點 他連區域立委誰比較好 誰比較不好 連林靜宜跟嚴寬 誰比較好誰比較不好 都講不出來 那這樣子我對這樣的第三勢力 非常失望